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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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收完手机后 突然听到有人叫他 真是好奇心 害死猫 小胖接着便被人打晕 然后被拖进了电话板里 画面一转 学伴们正在看教学视频 却看到全校第一名的小胖被囚禁在了水箱里 此时一个男人告诉众人 真正的考试正式开始 每错一道题就会杀一个人 想逃出去的人都会死得更惨 第一道题便在水箱上 但是正经男却认为是有人恶作剧 大家都哭着害怕 根本没人做题 小丽就被活活的淹死了 正经男提议打电话报警 却被告知 学校所有的通讯都被切断 路人甲决定出去报警 众人也跟着跑到了门外 看到了隐隐一息的路人甲 紧接着是第二道题 这次凶手让所有人在一千个汉字里找出八个字 来体现母亲对儿子的期望 众人开始寻找关键词 而小胖此时正在接受十几只蜡烛的灼烧 蜡油已经滴满了一身 结果答题超市 小胖被蜡油止吸而死 此时大家都无法淡定了 晕倒 呕吐 吓尿的什么都有 然后有学生发现又有一个同学不见了 而这次出的题更难 就是好几个字母拼成一句话 可还是晚了一步 第三个学生直接坠落摔死了 这时小白发现 死亡顺序是考试排名的顺序来的 刚刚失踪的那个同学正好是第三名 而第四名是自己最好的闺蜜 小白来到宿舍找到了她的闺蜜 一阵混乱过后 一个学生替闺蜜中了招 这时小白想到了自己曾经的姐妹小圆 她也是一名学霸 但是因为家庭困难 小圆只能努力拿到第一名 通过奖学金补贴家用 因为成绩从第一变成第六 后来就死了 小白怀疑是她变成鬼来复仇了 正经难准备一个人去找凶手 小白和水哥去答题 一张拼读的文字游戏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时失踪的女同学被塞进了洗衣机里 死的有多惨我就不多说了 大了风的将药男突然出现 杀死了水哥 正经难抄起家伙 直接杀了将药男 混乱中小白的闺蜜也被抓走了 众人开始寻找闺蜜 这时他们发现一个锁死的房间 而门上是一道数字体 并且里面还有闺蜜求救的声音 短饭被此时智商爆表 截出了这道数字体 这回终于正好赶上并救到了人 正想放发准备把闺蜜弄下来时 被突然出现的毁荣女给搞死了 正经难追了出去 最后杀死了毁荣女 原来毁荣女是那个学霸小元的母亲 画面一转 在几名学生的追悼会上 小白意外发现原来宝安大叔就是小元的父亲 然后小白就被抓得起来 大天的一段录像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小元看到正经难 当考试的答案泄漏给了一些家长 就在小元质问正经难时被他活活掐死了 并且还伪装成了自刷的模样 而酱要男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从那以后就开始不正常了 正经难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宝安大叔上来一刀就把正经难给杀了 影片结尾 小白从此以后便默默的稳拿第一 就像被小元附了体式的 继续过着学霸的生活 好了小飞最后承训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学的其中好事 习惯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